Hello 大家好 现在是9月 那么9月是春夏种植季节的最后一个月 那么我们当然是收获的满满的惊喜 那么今天呢 我谈一谈我们最后的惊喜 是第一大惊喜 就是我们收获了将近70磅大红枣 那么你看 装了整整的一个大的盒子 也装满了 还要再落起来 这样非常非常的多的大红枣 吃不了我们就把它晒干 晒成干枣 非常多 非常的甘甜 论说呢 我们应该多放在树上时间长一点 这样的话这个枣呢会更甜 实际上这个也很甜 但是呢 我们今年试一下 就是提前把它收获了 这样的话它们也能变成红大红枣 甜度虽然没有那样高 但是呢 它会减少吸引很多的鸟啊 或者是别的一些这些动物 来偷吃你的大红枣 就是这一棵枣树 非常好 第二大惊喜呢 就是我们的石榴树 你看我们的石榴树 结了大概得有几百棵石榴 那么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多 那么你看 这些石榴都已经张开口了 里边的这个石榴枝 这个非常的饱满 水分非常的多 它都震开了 那么这样的那么我们把它可以把枝儿直接的弄下来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放在冰箱里冻起来 那么什么时候吃的时候可以拿出来 那么这些呢 我们可以用冷藏在地方 那么可以吃大 吃半年都没问题 就是半年我们都有石榴吃 那么注意呢 就是不要用水喷上 水喷 撒到上面以后就会烂掉 所以非常好 我们还有另外一棵还没有栽 那么这些石榴树树上呢 会容易保存 会持久一点 非常好 那么过几个星期以后 我们也应该把它们栽下来了 那么第三大惊喜就是我们接了非常多的南瓜 各种各样的颜色也非常的漂亮 那么这是一部分 那么有一部分呢 我送给我们的朋友 亲戚朋友吃了 第四大惊喜就是我们的这些辣椒 你看像花儿一样 灯笼辣椒 特别高产 你看 好像那个辣椒比叶子都多一样 你看 结了非常非常多的辣椒 那么它一开始是绿的 慢慢的变成红的 我们全部摘下来 然后晒成干辣椒 另外我们还种了一种这种普通的大辣椒 非常的好 肉食比 非常的厚 那个非常的口味 非常的正 这是一般的辣椒 第五大惊喜就是这些菊科的水果树 我们的这个grapefruit 你看葡萄柚子 非常的大 那么将近六寸长 非常的大 非常的好 然后你看这个树年龄不大 但是它特别高产 你看生了非常多的这些 结了非常多的这些grapefruit 非常的好 那么就是这种葡萄柚 非常的大的口味也很好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橘子树 那么橘子树也是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橘子树 到处接的非常的高产 那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海湾湾区这一块的这个气候非常好 那么你看它都接的非常的个头 也非常的大 那么那个橘子 你看这些橘子 大概都有上千个 那么非常的多 我们喜欢种橘子树 那么我们有十棵 那么橘棵的这些水果树 那么橘子树不断它非常的美观 那么长青绿绿 优优的 然后那个在很多树上在挂着 其实常年挂着很多的这些橘子在树上 非常的美观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吃很长时间 那么基本上一年世纪 我们不用买橘子吃 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橘子和lemon吃 所以非常的好 那么也非常健康 特别是在疫情或者感冒流行的季节 我们保证每天至少吃一颗柠檬 这样的话 我们会增加大量的维生素C 那么对防病治病非常有益 第六大惊喜 就是我们这些牛油果树 你看这些牛油果 接的第六八卦的到处是 那么现在这个基本上成型了 那么再有一个月 我们就可以吃了 那么可以看出 那么我们这个 因为这颗结了很多的牛油果 所以把树都压弯了 我们必须用一颗 用几个大棍子支撑起来 这样的话让它不至于这个压弯了腰 非常的好 非常的漂亮 我们有两种牛油果 一种是hash 还有一种呢 是福尔泰 那么这两种是AB型的 所以他们互相的授粉 所以结很多的牛油果 今年大概有几百个吧 非常的好看 那么现在你看看 这我摘下来一颗 那么个头是向手比手 这个大一些 基本上成型了 那么实际上现在也可以吃了 这颗呢 它是这个叫做hash品种 hash品种 那么我们还有一颗呢 是这个叫做福尔泰 那么这个福尔泰呢 它的就是这个皮非常的薄 就是非常的大 接得非常的好 这口味好像比hash要好很多 我们第七大惊喜 就是我们的冬瓜 今年接了特别的大 你看看 这个大冬瓜 我们都用绳子把它吊起来 然后你看看它的这个直径 大概是一尺左右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直径 那么它的这个周长呢 我量了一下 猜多少 它的周长 哇 三尺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周长将近三尺 这么长 所以这个瓜 我还没 不能动的 怕那天另外有一个瓜 从我挂着 绳子没有弄好 结果从上面掉下来了 地都砸了个大坑 非常的大 你看这颗也是非常的大 你看那颗 好多呀 非常的漂亮 你看这个 我的这个大铁的这个柱子 都快压弯了 那么一砖连 这后边也有 看挂的到处是 那么比大西瓜还要大 那么地下还躺着两颗 两颗大的冬瓜 也不小 看 那么我量了一下 这个直径也大概有 十一 十到十一个英尺 这么长 漂亮吧 非常好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 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您的小小的一个举动 可以帮到我们 去传播跟更多的人 来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